中油高雄电油厂遵守承诺官场,但厂区内油槽油管却没有清除。市议员黄石龙指出,油槽油管是生产设备,既然官场就应该连油槽都拆除。后进居民选定官场期限的隔一天,也就是明年的元旦,要到厂区内来检查。 地球公民基金会执行长李根正表示,环保团体支持后进居民的诉求,认为高雄电油厂应该要清除厂内的油槽,而且应该将厂区规划为生态公园加速污染整治。 不过,中油高雄厂区内的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厂值面积200多公顷,从2003年中油高雄厂被公告第一个污染厂值以来,12年只完成了整治一处油槽区,占目前公告污染区域的0.47%。 李根正认为,一种速度,要回复干净的土壤跟地下水遥遥无奇,他希望中油借助科技发展引用更有效率的整治技术,其他的只能靠大自然协助清除污染。 金广记者 中英竹 高雄报道